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說了的話就變成了福岡親戚 搞成樂廟獎 其他有哪一個獎 你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以我這個人的低級趣味 我就很想說 究竟人可不可以用屁股來呼吸 有個研究就是由一個日本的醫療團隊提出來的 他接下來就會將做一個前期的測試 就試一下在一個人的肛門上去崩氧氣 就看看可不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方法 令到人在一個肺功能比較弱的時候 令到身體能夠呼吸 其實我一直都聽說這個研究其實很有用 不過就夠噁心而已 肺好像呼吸不暢順 或者堵塞了 窒息了 會缺氧 怎麼辦?不要緊 我現在馬上去急症室 跟你找些東西塞在肛門上 你就可以維持血液的含氧量了 其實你說如果聽這些這樣的方法 我以前自己聽過的一個說法就是 這個我記得是看那個Beat Dryas的節目裡說出來的 他說如果在海上漂浮 你沒有淡水 但是周圍只有海水 有什麼的方法可以其中就是 令到你都可以解決這個口渴的問題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說 或者你如果有那些水 那些水是骯髒水 不是淡水 只有那些很骯髒的水 它就是你不要用口來喝這些骯髒水 海水你不能喝的 因為海水你吐一口就會吐超過一口出來的 會令你越喝越渴的 他提出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借一些很骯髒的淡水 你就將那些骯髒淡水從肛門上自己灌下去 因為那個直腸是有一個叫吸水滲透的能力 而且它比較捱得到骯髒菌的 然後它吸水之後 也可以補充你身體的水份 所以其中一個講法就是 你可不可以用肛門來喝水 這是其中一個講法 所以我如果聽到就是 如果是用肛門來幫氧氣下去 我會覺得不是不能想的 但是問題就是 技術上你怎樣能夠令到它最有效的 其實這個研究當然不是由人開始做起的 原來我們大自然界發現很多的這些生物是有能力用肛門來呼吸的 有一些的魚可以 它不是只有肛門可以 肛門的部分也可以 另外後來發現原來老鼠也可以 可以在肛門都有一定的吸養能力 甚至連豬都有這樣的能力 如果再講其他的生物 一些蟲 蟑螂 甚至青蛙這些 它簡直是用皮膚可以呼吸 所以我們叫做 由一個呼吸系統來入氧氣這件事 很多時候是去到一些比較複雜的生物才有 但是原來我們複雜的生物 都還保留著一定的能力 就叫做 由肛門去呼吸這樣的樣子 但是你從常來說是比較難的 因為我們呼吸要用肺 但是你如果在肛門那裡 你不是接通肺是接通那個直腸 但是首先要講講 就是原來就在報紙上 這個Post 都有拍到他們得獎的時候那個樣子 那真是搞笑了 那位日本裔的研究人員 他當時被人通知得獎的時候 他在做手術的 但是他聽到自己都很無奈地一笑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很認真地去想這個問題 事源是怎麼樣呢? 因為剛才大家都聽過 如果有病人肺的功能有問題的時候 那個急救是一個很有用的用途來的 如果你能夠掌握到一個方法 可以很有效地 從肛門去繃到氧氣進去 我不可以說他能夠完全取代到正常的肺 因為你知道 如果正常的肺 肺這個器官 它是一個 我會用一個數學或者物理學上面 我叫一個叫做糞形 Fractal 就是一個很有限的空間 但是裡面的表面積其實很大 然後你的表面積大 就令到你空氣和那個血液那個系統 就能夠有一個很有效的空氣分子的交換 氧化碳可以拿走 但是那個氧氣就可以進入去 那你那個表面積越大 你吸氧能力就越大 那肛門就有 甚至直腸就有限的 那你就不是真的說肛門那一點來呼吸 來去入氣下去 而是你利用了直腸的表面積 來去將氧氣從那裡打入血管那裡 那現在只不過那個氧氣的交換就不是一個肺泡那裡 就變成了直腸的表面那裡 那就是這一種 透過增大表面積來互相滲透這件事 在我們的呼吸系統和消化系統是很多的 我們那條小腸怎麼吸收養分呢 就是因為上面很多的蛹毛 增加表面積 那另外那個直腸 那它都是的 有一定的結構來讓它吸水吸得快一點 所以這件事情就叫做 如果在一個病人的肺功能 譬如只剩下30、40%的時候 已經開始呈現缺氧狀態 怎樣去幫它幫它多點氧氣 如果你有多一個方法呢 那其實是一個很有用的救人的方法來的 那所以在這個研究裡面 它就真的嘗試就是研究和觀察一下 最初老鼠 和比較像人體的那個哺乳類動物結構 就是那些豬 它究竟接受這個肛門輸養的時候 那個效能是怎麼樣呢 那法國呢 都能夠做到一定的效果 那現在還沒有人去試 那現在正正式式呢 它接下來就會招募第一期的人類的志願者 來去參與這個測試 那所以呢 如果真的發覺是行得通 譬如說它都叫做可以取代到肺的 十幾二十百分的功能 那我想分分鐘就是這十幾二十百分的 就救了一條命回來的 OK 那希望將來不要那個氧氣罩 罩在那個肛門裡面 我想它應該是整支東西塞下去 然後那樣東西就不停地可以去崩崩 就是這個氧氣了 是不是 除了這個用肛門呼吸之外 還有什麼比較重要的獎項得獎呢 那這裡問一個比較和大家直觀點想到的問題 台長你信不信紮公治是一個很公平的遊戲呢 我們都聽過以前賭王說的 賭王就不是何生啊 是葉漢嘛 他說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一個絕對公平的論盤的 一定有一點點偏差的嘛 就算你怎麼樣做的 那這個責公治呢 都是根據人的手力的嘛 就是你訂的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究竟用理論去問 還是實踐去問呢 實踐去問呢 就是有沒有人真的訂很多次公仔 是不是出來的那個公治 是不是出來都是五十五十呢 這個答案就應該這一屆有揭曉的 是的 由一個荷蘭的研究團隊呢 它就真的做了很認真做了很多次實驗 來去摘公治 就是它就不是用機器來摘毫的 它是真的用人手來摘 因為它問的問題就是 人手摘毫呢 究竟是不是都公平 你如果用機器亂去訂呢 那基本上它最後試了是五十五十的 而且它是試過很多不同國家的貨幣 都發覺基本上每個國家的貨幣 基本上都是五十五十公平的 就是你不要想著用那個女王頭的一元銀 還是用那個叫做楊子晶的一元銀 是誰會是有利於公令治呢 基本上就發覺都五十五十的 如果你是用機器摘的話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去做這件事 就是我喜歡看踢球的 那一開始決定誰先開球 那都是摘公治的 然後你看到那個球證 摘完之後就在手背上掩著 然後一開這樣 OK 那究竟選哪一邊比較好處呢 原來去到人手的層面 就有一點點的偏抄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訊是很認真需要告訴大家 在這個實驗裡面 他真的找一些人 很有系統地用了不同的貨幣銀 用了不同的方法 然後就是追蹤回去 而且還記錄回去摘出來 那一下 他的銀是向哪一個旋轉軸去轉 有時候你如果彈上去彈得不夠好 那個銀子不是很轉的 轉得不太多一下就下來 然後你就要打開 但是有時候你會轉 有時候你會彈到那個銀子 左一點右一點 就令到整個銀子 他每次轉的時候 那個旋轉軸有些不同 但是因為限於我們的手彈了的姿勢 那基本上他轉的方向 其實是有偏心了的 就是會有偏心的 所以他們就要問這個問題 究竟最後出來的結果是否絕對公平呢 那我先講一個結果給大家聽 那他們原來發覺就是 如果在那些情形就是 你把銀子真的摘上去 然後把它飛上去之後 是用手來摘回來的話 就正正式式就好像你足球場上面 球證摘號的那個情況的話 你會發覺呢 是開頭 就是開頭是哪一邊 就是他彈那一下 彈的時候如果是攻向上呢 最後落出來呢 都是攻的機率是稍為大 丁屎那樣的 那大多少呢 就是50.2%對49.8% 那原來呢 那原來呢 就是為什麼多了這個這樣的因素 就令到這件事不公平呢 完完全全就是因為我們人摘上去的那個手勢 還有呢 就是我們那個節奏 通常我們都遇到是彈了上去之後 不要太大力 飛到某個高度 然後又摘下來 就是可能 你也都不會彈到可能呢 只是彈到去 就是幾厘米高就摘下來 但是你可能彈到去 可能是大家那個 由手的位置 彈到大約大家的視線位置 然後摘下來 但是他也都給了一個提議就是說 如果你想這件事公平一點 就會怎麼樣呢 你就不要用手指 你反而就由得去 跌回到平地上面 那他的結果呢 反而就會接近50.50了 那為了論證這件事呢 那這裡就有趣了 他們是重複了這個 用手摘號 總共重複了35萬零七八二十七次 我記得這個數字就是 而且每次都是記錄低 還要測量到那個銀仔旋轉的角度 所以他不只是說 你一個人很快的摘十次就算了 而且每次你都要記錄低 而且還要去論證一下 究竟這次我們算不算 會不會摘得不好啊 或者原來根本沒有轉過這樣 那他就變成做那個記錄 和整個project就要用到很多人 去做很多次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為什麼要做到這麼多次 很多時候就是為了令到你可以歸納到 一個有意義的結果 你是要做得越多次 你的結果才是越有效的 那所以呢 這個聽起來很有趣 一個這麼簡單的債人問題 他們認真做到一個地步 就是35萬多次 你這樣去做 而且還要是將它旋轉的那個角度 和你彈的時候 就是究竟它轉的時候 究竟是那個銀仔是怎樣去轉 是令到結果是會公平一些呢 這樣這樣 那這裡還可以講多一點點的 你將那個銀仔彈上去的時候 如果那個銀仔純粹就是 就是在那裡好像 就是用一個怎樣的形態去轉呢 就是你究竟是上下這樣去轉 還是好像一個地球那樣斜斜地去轉 這樣為之公平一些呢 原來都有分別的 就是看你怎麼彈的 如果你是純粹它是由上下這樣去發發發去轉的時候 那種情況就最容易出現一個 就是偏深於某一個結果的情況 但是如果它的旋轉軸是可能是比較 是斜斜地擺的時候呢 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相對是會公平一些 那這個都實在很有趣 因為下面顯示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是用歸納法還是用演繹法呢 比如說我們先前想 其實我們都沒有認真做過一個試驗去做這件事 是從一個理性的推論去推算到 就應該是5050 但是現在發現呢 就是實踐了 就是用實驗方法呢 是去到一些比較多的角度在那裡 那就剩下很多不同的獎項 不過有一個呢 我剛剛看到呢 我就覺得在這裡提一提 因為這個呢 可以可以 是啊 我自己個人覺得比較特別 因為這個是頒給一個已故的很著名的心理學家 B.F.Skinner 就是諾貝爾和平 不是不是諾貝爾和平獎 搞笑的諾貝爾和平獎 原來他在1960年的時候 他做過一個試驗就是把一隻真的鳥 在一個飛彈裡面去導航 嗯 那這下就是 為什麼跟和平獎有關呢 那隻鳥是什麼呢 就是和平鴿 是啊 就是用一個和平鴿 來幫你做一個飛彈導航 這件事就變得很諷刺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飛彈幫你 現在這個研究還很搞笑的 在今屆的搞笑落背裡面 你知道是哪一個大學來做這個研究嗎? 要看看才知道這個 麻省理工 就是認真到一個地步 是麻省理工的人想一下 怎樣利用一隻鴿 來幫他做一個飛彈的導航 就是去到這一步 但是最後現在搞笑的 諾貝爾特意將他頒給了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所以你說是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都在搞笑了當然 那樣看的 因為這個冷戰的年代 大家都想了很多這些所謂 就是水平思考 但是對於我為什麼 我突然間提起 因為BF Skinner 在我們讀心理學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行物 他是整個行為主義的開山祖師來的 就是美國式的 因為美式的行為主義開山祖師 現在在心理學上 應用是相當的廣泛的 但是這個人 都被人插到九彩 在他當年的 但是他原來當時 他應該有參與過冷戰的一些研究的 好 那我們下一節再回來